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8日,今天呢,就講些國際東西啦,是關於這個ISIS的 即是發動全球勝戰那個啦,在YouTube上載的那些視頻那個啦,拉登2號啦你可以叫他,即是國際頭條都說的啦,特朗普都說的啦 就是這個ISIS的頭目,巴格達迪,那就炸死了,即是這個共共的好朋友,恐怖分子,最喜歡說恐怖分子的啦,共共,是這個恐怖分子的大哥來的嘛,全球恐怖分子的支援者 那之前呢,土耳其的那個埃爾多安,那又發動了一個叫和平之傳的開戰活動啦,那又侵襲敘利亞的北部 同這個富爾德族人,敘利亞民主力量SDF,開戰,時間呢,就是10月8號下午開始的,土耳其呢,就發動了很多的F-16大批戰機 空襲敘利亞伊拉克那頭的筆電,那你看一幅地圖大概知道在哪了 陸軍呢,跟著就推進,打這個Tel-Ebbia,還有艾恩國,即是你當以前那些虎盧關啊,鹹谷關啊那些物體啦 那你見過的名字呢,很噁心的,叫做什麼呀,和平之傳啊,而打的旗號是什麼呀 就是要整肅這個恐怖分子啊,那個情勢就在土耳其裡面呢,都有一批的富爾德人 而那批呢,又是啦,他又界定是小數,然後這批小數的人呢,他又稱之為是恐怖分子 那還有呢,是受境外的富爾德族勢力,支門那樣,那些外國勢力干擾啊 那所以呢,獨裁者的招數呢,全部都是如出一切的 那他呢,就派軍去攻打這個敘利亞的北邊 那其實主要就是呢,啊,用反恐做藉口啦 絕對是要清洗那個ISIS的勢力啊 那ISIS呢,是2014年7月成立的,又叫做哈里法國啊 就是之前呢,你見有些Youtube片呢,有些黑衣黑褲啊,各樣 那然後呢,就直播在那裡擱人頭的那些片那些呢,恐怖組織啊 那之前呢,埃爾多安呢,就叫這個北約啊,可不可以幫手平亂各樣的 那一直都沒有回覆啦,那於是乎呢,他自己呢,就勁勁勁勁啦 那包括呢,2016年的時候呢,就發動了這個又法拉底之盾行動 又法拉底河那頭啦,就是都是敘利亞北邊 橄欖之行動啦,還有今次和平之全 那其實呢,有幾個可能的,第一個可能就是 共共呢,梳拜這個恐怖組織,就是ISIS啊 然後呢,令到這個埃爾多安感到威脅,所以沒有辦法之下呢 不出兵不行的,而又由於土耳其的出兵啦 啊,再加上那個烏克蘭的彈劾啦,於是乎呢,特朗普就沒有得不縮 所以呢,就逼出了上次的那個臨時貿易協議 那原因是因為要透一透氣的,我是說這個Trump Trump要透一透氣 你一次過始終都解決不了那麼多個問題的啦 那第二個可能當然就是共共直接下命令給土耳其 然後呢,就去打這個富爾德族人啦 但是我相信是煽動這個ISIS的機會高些的 因為之前呢,他有跟達利班那些呢,會面啊各樣的嘛 瓜田里夏,那似乎就是用後面的力量去逼這個土耳其動手的 那你要安撫這個局勢的時候呢,特朗普選擇的就是 首先跟你做了個臨時貿易協議先,之後那些再繼續談下去 但是第一時間要處理了那個土耳其的問題 因為土耳其中東局勢那個問題搞不好的話呢 是會牽一發動全身的 尤其那邊出現很大的人道災難問題 即是他在這裡不斷炸呢,用那些蛋啊各樣呢 是那些白輪蛋啊那些來的喔 即是整個人燒著了啊那些來的喔 那你又跟那時候,即是越南戰爭的時候呢 你知道那些媒體就會報導這些東西的嘛 你奧巴馬的時期呢,養大了這個ISIS喔 但是去到這個特朗普時期的時候呢 即是要幫奧巴馬清除蘇州市的 那奧巴馬又不是刻意地呢,去放養那些ISIS的 只不過是他不肯派真正的一隊陸軍去收拾而已 美國不喜歡在那邊派那麼多軍隊的 啊,一來是軍費啦,二來其實就那邊沒有什麼利益可言 有些人會說是石油的,但是其實現在美國 差不多可以做石油輸出國那些,最大的那個喔 即是自從發明了這個葉岩油之後呢,基本上那邊的石油利益呢 可以說是看低一線的啦 只不過是要維護著這個以色列邊界的安全和平穩定的 還有就中東局勢不要那麼亂的意思的 那所以呢,就打死都不肯派troop過去的 而這個也是非常之明智的舉動來的 即是小布殊反而是distract了的 現在是不應該也沒有需要不可以介入那邊的任何事的 如果真的要介入就要像老布殊一樣的啦 即是做一個清剿的活動才行 還有呢,是這麼多個國家一起去做才行 即是別人給錢去打仗嘛 就不可以是美國自己一個去的 他也沒有這樣的義務啊其實 你當日老布殊就說全世界夾錢給他打仗而已 波斯灣戰爭,聯合國 那全人類打的時候就好咯 而小布殊呢,孤軍深入,自己出了錢 那結果08年就不夠錢咯 而共共就會在那裡搞局咯 因為那邊越亂就越好的 對於共共來說,那邊越亂呢 那特朗普就越要婚臣,越要婚臣呢 就越早簽好一點的協議 所以呢,阿拉伯人,死多少人都好 共共呢,就扮friend,然後呢 就不斷不關他事的 表面朋友,背後插刀 那所以其實很多這個 回教組織跟共共都friend的 這些才是最高招的嘛 你死了都不知道因為什麼死 那所以呢,達利班跟這個共共就很熟的了 不是很熟的,應該是說馬首是尖 即是如果共共是韋小寶的話呢 這個,伊斯蘭國就是這個多龍來的了 即是陳百祥 在土耳其境內呢 富爾德族人佔的人口呢 跟香港藍絲的比例差不多的 大概是15-20% 都是極端恐怖組織 即是被土耳其視為 而共共就不是的 共共是他們是這個愛國愛港人士 要反過來啊 所以那個,即是怎麼說呢 故事不可以直接搬過去 俄羅斯和土耳其的那些街頭 即是俄羅斯統魚居那一點 但是放進香港就沒辦法 因為那些人口比例不合 即是化學成分不一樣 尤其是之前呢 那集就講過 即是法醫官那一集 關於陳宥林士那一集 那說過土耳其呢 其實是對這些議見份子 做過很多酷刑など的對待的 那时候就找一些法医去涂脂抹粉啦 但是香港的局势就反过来 它是去迫害大多数喔 但是用的手法一样 手法一样,不过情细不同 所以结果就不一样咯 那我讲了特朗普怎么平乱先 就是,聪明就聪明在这点啦 平乱的手法啊 因为如果你被这个共共牵扯到 走了去中东的泥沼的话呢 你又死无葬身之地的啦 没得搞的,一派兵就死硬的啦 那它的做法就是重点打击 在最窄的空间里面投放最大的这个杀伤力 那还有之前呢,你记得共共的舆论风向是什么的嘛 共共的舆论风向就是呢 Stand with Lai Dung嘛 即是莫雷当日在那里讲Stand with Hong Kong 那他们呢,那帮小粉红就出去 然后Stand with Lai Dung Celebrate 911 非常支持这个 即是他们当那天是花式表演的嘛 那于是乎呢,特朗普的做法就是 将这个拉登2.0炸Q死了 那当日呢,拉登1.0 即是炸Q死了的时候呢 都非常之熔熔烂烂的啦 即是其实认都认不到的 一个突杂的行动 这件事很大的新闻来的 就是巴格达迪 ISIS的首领 证实是已经死了的啦 在一个突杂的行动里面呢 琴擦先琴王 那就是啊 Trump Trump 在白宫那里 跟着呢 就是他那些年轻人呢 都是 即是因为老闆不做事的嘛 就是那些年轻人在那里说 那有这个 那样的方案 啊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那于是乎 啊 他就在那里问啦 Is it good 这样 那跟着呢 就在那里签名啦 發發發發發 那然后 那样 那跟着巴格达迪就死了啦 那你说 Stand with 拉登 那我就炸个拉登2.0 给你看下咯 你和塔利班联络 那我就炸鬼Isis 给你看下咯 即是简单说 共共就是一只八爪鱼来的 那跟着呢 他又伸一条竹梢出去 跟着呢 就被人剃了 然后伸另一条竹梢出去 跟着又被人剃了 然后又伸另一条竹梢出去 跟着又被人剃了 剃了几东西之后呢 根本是在那里噴蜜汁 这样 然后就消失于世界里面啦 即是如果你有看周星馳那套美人鱼 你知道我说啥啦 啊 还要是要你自己在那里 煎熟自己那条竹梢才行的 那所以呢 这件事之后呢 由于你Isis的首领都炸死了啦 那一定其实是知会过这个埃尔多安的 还有就说 如果你怎么怎么怎么的话呢 随时经济制裁是会很激烈的 我按都按不住的啊 阿安仔你小心点啊 那跟着呢 再炸死了Isis的首领 巴格达迪 你就没有藉口了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土耳其又宣布啦 啊 就永久啊 就不会 就是宣布某个区域啊 是永久和平区啦 就不会再入侵啊 各样那些东西啦 停火啦 永久停火 咦 那就解决了个问题啦 哇 原来解决问题 很简单的 就是这些 就是掌握到问题核心去解决咯 那土耳其不在这儿搞搞震的时候呢 即是特朗普应该很快可以摆平那宗叫做弹劾案的 而摆平那宗弹劾案之后呢 就可以转过身 集中火力对付这个公共的啦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今天分享到这里 好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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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